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杨子荣获微博King和Queen。 上台主动提群摆,两人对视太甜了。 时间过得好快,2月28日晚上,举办的微博之夜已经正式收官了, 很多粉丝都看到了自己喜爱的明星, 而且肖战和杨子他们两个再度合体成为了今天晚上的微博King和Queen, 并且新浪董事长兼CEO,微博董事长曹国伟亲自为他们颁发荣誉。 很多粉丝依稀地记得去年的微博King和Queen也是他们二位。 而这一次再次登上舞台两个人携手领奖, 不知道余生请多指教什么时候上映呢? 今天晚上所有的镜头都是非常珍贵的, 杨子和肖战他们两个在微博之夜刚刚开始的时候, 一前一后走上红毯的舞台, 而且就连座位都是挨在一起的。 虽然在那场的时候两个人为了避险很少有交流, 不意味着二人的感情不好, 因为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还一起登台朗诵。 看到余生夫妇再度合体,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二人的偶像剧, 什么时候才能够正式上映, 今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进行预热了, 因为很多话题都是关于这部电视剧, 只是在挑选一个更好的时间而已。 在微博之夜倒计时的时候公布了今天晚上的微博king和quing, 很多粉丝都在期待的到底是哪两位大家最喜欢的明星呢? 果然不负众望, 肖战成为了今天晚上的微博king, 而杨子成为了微博quing。 两个人一起登台领奖这一画面, 是不是特别扬眼呢? 因为当天晚上杨子穿了一件裙摆特别大的晚礼服, 在走楼梯的时候并不是很方便, 这个时候肖战的身是手正式上线。 肖战紧紧地跟在杨子的身后, 而且亲自动手帮帮他提裙摆。 之前肖战因为没有碰到裙摆而上了热搜, 而这一次看到他主动为杨子提裙摆的时候, 很多粉丝都纷纷调侃, 终于摸到小裙子了。 今年主持人都忍不住夸赞, 真的好有身世风度, 一个人的教养总是不经意间地流露出来, 这也是大家最喜欢肖战的原因吧, 不过接下来的画面也是最珍贵的一个瞬间。 杨子回眸一笑的那一刹那真的希望, 所有的时光都停留在这个瞬间, 两个人的甜蜜对视就像是吃了糖一样, 这并不是在拍偶像剧, 而是下意识的一个回眸动作, 也让这一珍贵的画面永远地保留了下来。 看完今天晚上的所有节目之后, 大家内心是否也是无比地激动和开心呢? 特别期待杨子和肖战他们 两个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能够快快播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